天下武功,为坚不摧,为快不破 能力为王的年代,拳头就是道理 大家好,这里是羽毛球蔡佳童 说到林丹,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后期的太极丹形象 但其实早在太极大神之前 林丹就已经以超极丹的形象胜霸江湖多年 今天正式开展本频道的新系列,团体林丹片 让我们从遥远的过去开始 一点点重温这位传奇球手的打法转变 今天的第一战是2009年的广州体育馆 苏迪曼杯半决赛现场 他的对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拿督李宗伟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节目 拿督开局打得并不顺利 有被动,半被动,主动丢分,有判断失误 一下子就陷入了5比0的ICU开局 中国队派出的是奥运会冠军林丹 马来西亚队,林丹上了11次,输了6次 索性,拿督接下来指住颓势连追3分,挽救了局面 比分来到首个精彩球 3比5拿督偷发后场,占据主动 单回抽小对角造成拿督后仰抛高 单杀家推,夺回球路右翅 二杀家推 正手一区相持,单率先变现,拿督倒地 最终,拿督勾对角,单回挫下往 比分继续缩小 这个回合的转折出现在林丹强抽小对角 出乎了拿督的预料 由此从被动转主动 此后两度杀反手加推正手低脚 企图利用向左加向右横移甩开拿督 但均未得手 于是林丹在三杀之前 加入了正手区的向持作为铺垫 企图通过反复向右加突然向左来甩开拿督 还是没得手 眼看久攻不下 单改批杀为批掉 把球路的用心由攻转控 可惜失误 这分两个亮点 一是拿督的防守质量高 没给林丹补到机会 二是丹的补位速度快 也没给拿督防反机会 下一分6比4 划风依旧 两人渐入佳境 火药未渐浓 我们先看一遍 这位的防守有点是不错 这一分和刚才简直一模一样 也是拿督防到林丹失误为止 区别是林丹使出了新技能 头顶区的突击斜线 尤其是前两派锐后仰的点杀 连贯难度比正手劈杀更大 这就是能力主导的投铁球路 问题是一个赶攻一个赶防 林丹无法突破拿督的防守 再次形成攻对防的持久二战 直到林丹气势走衰 失误 这一分是丢在加滑板的手法 上一分是丢在加贴网的质量 拿督的超强防守让林丹提高了要求 5比6拿督的横向拦截套路 接鞋顶直是很经典的防守思路 速度快的话能闯入拿督的反守 逼迫拿督转身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拿督的下压球速不快 林丹借不到足够的快来反打 二是拿督一时间行 预判对了丹的防守思路 随即形成横向加纵向的连续顺跑 顺跑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单的回球被拿督猜到了 所以拿督的跑动十分顺畅 一抓一个准 7比6拿督开局推回头球 反抽出回头球 加质量转进网 从球路和打点来看 开局全是拿督站主动的球 下一拍平高球按道理也是略让主动的 却被林丹强行反抓 这就是典型的以利破计 用武力解决问题 7平 林丹的反控反抢 进攻离不开做球 做球离不开手感 手感好是因为有顺跑加持 这个水平的球手一旦打点顺畅 就能触发肌肉记忆 发挥出精妙的控球属性 拿督回放的一刻就已经中了丹的预判 8比7 林丹的下压控网打法 和节目开始相比 这里下压的发力变轻了 球路的重心由攻转控 回放空档 停顿回放重复落点 推回头球 推回头球 假动作推条 最终点下边线加推空档 差点被反抓 拿督开局的防守让林丹吃了点亏 所以这里林丹打得更加耐心了 投铁不行 那就磨血 一手耐心的轻沙加推条搓钩 利用空档球 回头球 拼落点球 反复拉扯拿督的重心 指质胜于丝毫之差 这里还有个细节 最后的出手并非直接立拍击球 而是先平拍贴球 加迅速立拍击球 用搓放的假象 掩护了推幅的真相 夜底藏花 快中有变 拿督应对不及 此时 从9比7开始 战况极软之下 拿着突然深陷丢分旋波 无法自拔 分叉加速拉开 这球做首次 这个球落在界内 我们还要慢工作 倒起来 11比7 林丹丹的反逼反抢 这波反抢有三大要素 一是针对性的选位 向正手区多占了一个升位 为反抽埋下了伏笔 二是过硬的能力 强力反抽拿督重杀 三就是一点点运气 若是拿督使出必杀技 林丹这个让位多少有点危险 这位非常不错 13比7 但突发后场拿渡被动 滑板轻杀加顺跑回戳 拿渡这里想掉斜线加横向连贯 林丹不再上当 直接给水排回头球 最终单掉加戳得手 这个正手斩戳的关键 是步伐上踩准了拿渡的变节奏和变现 难在急促的后交纱布 更是难在实时观察对手的引拍 提前解读对手的意图 单得一时都赢了拿渡的技术 你的质量不错 但是对方已经有所差距 而且时间已经在那边等了 所以你这个效果也不太大 フコ时候ẽ在纓 dru的 去你的 父亲 可是我们的 前来 没有 好 金 这 MR 比中尾還是沒有太多機會 出得多 10比17,拿督企圖復仇,勾球之後馬上壓網抓撲 但受到危險,及時起球開6 同時站位靠前,企圖反抓拿督過渡 拿督也從大對角擺脫 形成交替攻防 拿督殺架掉 拿督再掉,機會很好,但是不殺 還有機會 最終,林丹打丟,非常戲劇 像剛才這麼好的機會,拿督竟然不中殺 屬實奇妙 接下來11比17,拿督也是降低速度打起了相持球 十分之耐心 阿屯的猜想是,拿督前面的回合 丟分太多了 現在把球路導向多拍 一來能減慢丟分的速度 二來能爭取自我調整的時間,等待轉機出現 非常耐心 拿督停頓回放交批調,控出林丹失誤 下一分,拿督也是相識為主 劍機提速的思路 拿督中國跳點殺,要求過高,出界 林丹似乎感受到了拿督增加相持的意圖 於是重拳出擊,打斷拿督的計劃 18比12,打出一波滿夫組合拳 平平無奇的中殺,能力為王的年紀 不需要那麼多控球屬性,只需釋放立王屬性 這一分既拿下了比分,也消滅了拿督追趕的氣焰 比分來到19比12 林丹蹬地發力抓推,打斷了拿督的有效過頂球 20比12,又是一波門口下山的山上網 打到這裡,阿童已經感受到雙方氣勢上的差距了 勝利的天聖向林丹一次傾斜 雖然接下來拿督一個鋪網 一個抓推 一個林丹失誤連追3分 但猶豫中段落後太多了 最終林丹搓出滾網全球 以16比21,結束了首局 OK,你還是有4個球的優勢在手上 抽筋,抽筋 綜觀首局比賽,前段還算平分羞色 分水嶺大概出現在中段8比7這一分 自從這個多拍落敗之後,拿督就像陷入了丟分魔咒一般 連續遭錯 9比7,林丹滾網 10比7,拿督多拍打丟 11比7,林丹反臂反強 12比7,拿督多拍打丟 13比7,拿督多拍斗網落敗 直到14比7和8比14 拿督才拿到了進入中段以來的2分 但隨即又在9比14,再次多拍打丟 這個中法力動作,頗有一種急於收官的感覺 到頭來出界也比較多 阿童已經隱約感受到拿督內心的急躁 更要命的是,林丹還越打越順手 15比9,又是一個讓人絕望的滾網 進一步加重了拿督的精神內耗 所以接下來16比9,拿督短短急拍之後 就再次主動打丟 可見狀態的消耗和內心的波動 已經大到了影響發揮的程度 這一段連續6分始於林丹的綜合實力 終於拿督的狀態起伏 為首局的分叉,拉開了無法修復的鴻溝 奠定了大局的勝負 其實有實力能夠暴露出拿督心態問題的人 數來數去也就那一兩個 但心態問題一旦暴露 就會像武俠小說動搖了武學心境一樣 明明擁有超一流實力 卻驟然下跌至一流甚至更低 最終加速了落敗 08年奧運就是最經典的案例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了 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解說次局較量 喜歡看團體鈴鐺片的觀眾 可以點個訂閱 那麼我們下期見